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猫虚人变成这样的罪魁祸首 就是照片上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那一堆绿色的植物 它们的本名叫做静蜜界 书名叫做猫薄荷 里面有种东西叫做甲心界类芝 它能够通过嗅觉神经让小猫进入充电状态 这不仅仅是猫 猫薄荷对80%的猫和动物都有刺激作用 比如像老虎啊 柿子之类的大猫 这是因为它能够让猫咪进入抖腿状态 所以说很多猫咪的玩具里面都添加了甲心界类芝 像猫丸的小球 甲老鼠等等 但是对于产质观来说 猫薄荷的提取物却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 比如羊羔里面的薄荷唇 本大程度上就是起的麻醉作用 还有个东西也是猫科动物的杀手 激光饼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旅游梦 想去其他的国家走一走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矩 犯了规矩的话始终是不好的 所以多了解一些也没有坏处 首先是肯尼亚 非洲人的话几乎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所以遇到事情晚点的话一定要淡定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被警察抓住 要不你就给一大笔钱 要不就去牢里待几天吧 接下来的话是日本 日本的泡温泉的话还是蛮出名的 但是要记住一点 就是说去温泉或者公共浴室的时候 记得先在外面洗个澡再进去 至于原因嘛 其实我也不怎么知道 然后就是新加坡了 如果个人的坏习惯比较多的话 我建议多带点钱 因为新加坡他们要的全部都是法缓 像公共场所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比如喂鸟 土蚕 带榴莲 吸烟 带宠物 公共交通上吃东西 水里丢垃圾 裸奔 这都是要罚钱的 再接着就是挪威 虽然挪威人在沙滩裸体 换衣服是很习以为常的 但是请不要偷看 接着就是俄罗斯 既然被称为战斗民族 我估计犯的错的话会直接被打或者被砍死 所以在俄罗斯送花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送双处的 那是给死人的 还有别拿恐怖主义和炸弹开玩笑 因为你很可能晚上就要去警察局了 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它只认现金 所以钱包别全部都是信用卡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冬天或者初春的时候 走路别靠屋子太近 因为屋里上的病人很可能掉下来把你给戳死 今天的话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酷炫的坐骑 我觉得它看比哈雷 不 它比哈雷更屌 它是完全的蒸汽朋克风格 它就是蒸汽动力摩托 它出现在荷兰的一个自行车展上 名字叫做黑珍珠 它是由荷兰公司打造的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模型 它是真的可以骑的 既然是蒸汽摩托 那它肯定是要烧煤的 这个里面就是放煤的 然后这个就是各种蒸汽装置里面 常有的指示表 比如温度啊气压什么的 然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说 主传动是一个基手 可以通过偏性手装置转动后的 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是气球专业的 但毕竟是他做的嘛 所以说还是让他装个逼就好了 我们目前知道这辆摩托的最高速度是八千米每小时 也就是比人走路稍微快一点 其实我还是有几个问题的 比如时间长的话 屁股应该会很烫吧 毕竟是烧煤的 出门的时候要不要背书包的煤炭 然后最后的感觉就是 其他的不说的话 我觉得它样子真的是很酷